大家好 我是朱鎮慧 今集飛躍演奏香港的室內樂101為大家介紹甚麼是室內樂 今時今日有甚麼問題 當然第一時間上Google或Wikipedia 我們看看 Wikipedia上寫的室內樂Chamber Music 又稱室樂是一種古典音樂作品的體材 為幾件在室內演奏的樂器所作 那室內可以嗎 多少件的話 最多有多少件 不過網上的中文文章有時都不太準確 我們看看英文會有甚麼 Chamber Music是一種古典音樂 為小組的音樂 傳統是一種組合在室內或大室內 我們又多了頭緒 小型的戲樂組合 傳統上在皇宮的大廳或大房間演奏 不過我們還是找尋專業的工具書 我們看看音樂界最權威的 New Groove Dictionary of Music是怎樣寫的 Ritten for small instrumental ensemble with one player to a part Intimate carefully construct the music written and played for its own sake The Social and Musical Pleasure for Musicians of Playing Together Chamber Music之所以叫做Chamber Music 就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在一間房間裡演奏的合奏音樂 也就是說它不會是音量很宏大的音樂 這是指它的規模而言 記住沒有戶外樂 室內樂一樣可以在戶外演出 有時你參加朋友的露天婚禮 見到有一對弦樂四重奏在拉Canon in D 其實它仍然可以當是室內樂的演奏 從申格羅夫音樂字典的定義 我們可以歸納到室內樂的不同基本特質 首先它是戲樂 Instrumental Music 即是不是被人唱的 當然後來有作曲加以室內樂演奏的基礎加上人聲 亦都有見過 它和獨奏音樂Solo Music不同 是多過一個人演奏 而作為合奏 它和管弦樂Orchestral Music又不同 因為大部分情況之下 每一件樂器都是一個獨立的聲部 演奏自己的部份 而在管弦樂團裏 以第一小提琴為例 可能有16個小提琴手 都是在演奏一樣的音樂 這就是室內樂從演奏形式上去看的最基本定義 為何作曲家會在表達特別的內容 或者情感的時候 會用到室內樂 或者室內樂有甚麼特色 可以讓作曲家更有效地去表達特定的意念 New Growth的定義就是 就是答案親密 intimate 這個就是室內樂的特徵 在一個每一個人都是獨立個體的演奏組合裏 聲部與聲部之間的交流 就變成是個別樂手個人對話交流 這就是我所說的親密 而當台上只有幾位演奏家 而每位演奏家都是代表自己發聲 在與觀眾交流的時候 觀眾就更加容易感受到 演奏家所演奏的音樂 發自他內心的個人情感 而和合唱團或管弦樂團 由一大群人創造一種超然的群體聲音 所帶來的效果 是截然不同 或許你會想 一個人獨奏就是自己作主 一大群人的管弦樂團或合唱團 就是指揮作主 只有幾個人的室內樂演奏是誰作主 一般而言 個個都說是輪流做主角 輪流做下把 各有時機 對演奏家的musicianship 以及ensemble ship 都有很大的考驗 看著一群音樂家事而 你進我退互相遷就 事而各不相讓針鋒相對 就著作品所需要的效果 你來我往互有攻守 正正就是室內樂令人著迷之處 著重每一位音樂家展現個性 你來我往的交流製造趣味 就是我之前所說的親密 所以很多時我們看到一些室內樂組合 和一些流行樂隊一樣 都是一夾了幾十年 因為 心有靈犀的拍檔 可遇不可求 另一方面 不少做開舞台上的主角的獨奏家 都很樂意抽出時間 參與室內樂的演奏 為的 就是在演奏音樂的時候 和其他音樂家可以高手過招 合力演奏出動人音樂的快感 準備開始那一刻 音樂家之間的心意和觀眾 就向這一刻 連成一線 無論你是否剛剛開始接觸古典音樂 還是聽開古典音樂 但主要是聽管弦樂合唱或讀奏 我都誠意邀請你進入美妙的室內樂世界 不要小看室內樂演奏人 說戲劇性可以比美管弦樂 說情感流露也不會輸給人聲 而各式各樣的樂器組合 令室內樂的音響世界 從來都是色彩斑斬 在未來的影片 讓我為你介紹更多關於室內樂的事情 這個節目 是飛躍演奏香港的室內樂101 想知道接下來有什麼室內樂音樂會 和免費活動 可以瀏覽飛躍演奏香港網頁 PPHK.org 多謝 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